美股道琼指數 延續第十二個交易日 創收盤新高 收在兩萬零八百三十七點四四點 是一九八七年來首見 億萬財富投資人巴菲特 星期一接受CNBC新聞台 專訪時表示 以目前的利率水準 美國股價仍屬便宜 而且股市並未吹起泡沫 中國2017銀行最新利率出爐 約三分之一銀行的 活期存款利率 较基準利率下幅14% 民眾如果十萬元存銀行 一年將貶值五百七十元人民幣 相當於2548元台幣 全球五大車展之一的 日內瓦車展 三月初將登場 新創車廠Eletra 要和電動車大廠特斯拉較勁 將推出一部全新的純電跑車 並喊出與Model S P100D 互相上下的2.3秒加速破百 台灣電信龍頭中華電信 為了加速5G及物聯網策略布局 今年全球行動通訊大會 攜手諾基亞共同簽署5G MOU 之前中華電已經和日本電信龍頭 NTT等業者簽合作備忘錄 將共同研定新世代網路架構規格 為5G做準備 新唐利亞的電視整理報導